台中市出现了号称是最豪华的观光夜市就在奇奇的豪宅区旁边 由于附近通通都是豪宅 而且这豪宅一户的市价就破亿 刚刚开幕是信了大批的人潮消费者都说这个逛起来感觉特别的高级 不过也因为这个土地的使用申请还没有过 市政府签是前往开罚了6万到30万 不过如果算一算这个罚金平均一个摊商只会分摊到几百块钱 和人潮前场相比根本不同不一样 套圈圈玩投篮人潮急急急贪翻的手忙不停 这处新开幕的夜市就位在寸土寸金的台中市七起豪宅区 和100公尺隔壁街的一栋栋豪宅形成了强烈对比 豪宅区夜市民众很踊跃 直说逛起来感觉很高档 它在这块其实是最贵的夜市啊 因为其他夜市都是流动厕所然后都凑凑的 可是这个夜市很干净哦 直说连厕所都高级就是不一样 占地三千五百坪第一天开门做生意人生鼎费 不过却引来了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关切 因为使用申请根本还没通过 他们有依照规定的申请设置摊换集中厂 所以围养土地使用分区的话 我们依照独际和围养分区去做开发 市政府来开发业者拼命弯腰握手 接过了罚单照样营业 一张罚单六万到三十万 以目前招到四百个摊位分摊计算 每个摊商只罚一百五十到七百五十元 看看这人潮根本没在怕 接着局方面表示会天天击查开发 如果业者人违法营业不排除一个月后 大动作拆除